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号搭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台东县推动特色旅宿国际认证迈入第三年 今年共有37家的业者通过取得101张证书 其中全台首创与高一合作 HFA4健康照护旅宿认证 更有21家的旅宿业者通过,成果丰硕 而县长饶庆林也期盼 借由认证来吸引旅客到台东时 可以住得更加安心 为了让民众来到台东可以住得更加安心 台东县政府连续三年推动特色旅宿国际认证 今年共有37家业者通过取得101张证书 7日上午举行证书颁发仪式 法约尔国际认证机构董事长在致辞时表示 很高兴有越来越多业者投入认证行列 能够获得认证代表业者的付出是有目共睹的 今天的认证还包含了我们经济部 所申请的国家标章 所以在这个部分 请各位一定很有底气地告诉自己 我们是经过国家认证标章的 绝对不是一般的 就是那种自己办法的 经过国家的认证就是自己的最好的品质保证 县长老庆林则表示 县府积极鼓励业者参与认证 同时也负担认证费用 希望能够提升台东的住宿品质 打造让1万人来100次的友善住宿环境 最主要当初会做这件事情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台湾所有的民宿业者当中 能够做更多的专业性的一个服务 那所以这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五项不同的 有宠物友善 有铁人 那我们也因为高一的加入增加了高音友善 健康照顾 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非常感谢 为什么说要由县政府来负担这个经费 所以我们认为一开始我们要推广这件事情 本来就不应该增加各位的营运成本 应该是各位的时间跟精神跟意愿是我们最重视的 那这些欢迎的成本由我们来吸收 那也希望因着这样子各位的专业能力增加 各位的民宿的回客率 回头率也会增加 那更希望去影响更多的人 也能够朝专业的民宿来走 参与认证的业者也认为 顺利通过认证可以与其他业者做出区别 相对也会提高民众愿意来住宿的医院 因为它除了服务品质还有刚才提到的医疗协助啊 还有铁人啊 都是让旅客们来入住之前就可以得知我们这个获得的这些认证 对他们会更安心 更有我们更好的服务提供给他们这样 我觉得一个国际认证哦 他对我们整个台东出了整体的话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特色 那我们有两三千家的民宿都在讲说 我很有特色我可能很便宜我可能很棒 但是我现在被国际认证之后啊 这对我们来讲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 我们可以大声跟别人说 我这个是有经过一个国际完整的认证 县府教官处也说明台东目前旅宿业共有1558家 是全台旅宿业数量第三多的城市 从110年起推行至今 共累计148家业者取得276张证书 未来也将持续鼓励业者进行认证 提升台东住宿品质 九成吉林 台东时报道